大家好我是钢琴一个打热像极了爱情的游戏玩家 开一句我就被对方认出来我说没错就是俺 但是我看到对方的语气我就知道事情并没有想中那么简单 你不点赞你没了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开一波冲刺直接失误一个挑起直接失误 还好碰到了一个挨推难了的小国王 这把操作根本不愧看到了一个冰桶看到了两个冰桶 绑上火箭调戏狗哥被狗哥追入墙角 这时候国王被救这时候国王被抓国王没了 但人算不如天算直接接到花瓶直接爆炸 后来我发现是按键的问题所以我调整了一下按键 风停了雨停了我觉得我自己又醒了和平兴奋直接突刺 兴奋的伤害真是离谱妈妈送离谱回家离谱直接到家了 不过还好手枪在手天下我有 再加上国王的配合成功带走这一颗利我真的好帅呀 但是这个地方有两个冰桶所以绑起来是有点难受 这时候只能看操作了 成功赏过所有冰框给机会了他们不中用了 把狼利利殴打国王直接失误 不过还好碰到落单的剑客一个冰块 这时候剑客还好心里博弈 我说我是剑客他说他是剑客然后他没了 剑客临走之前还送一个大礼我真的谢谢他 但是附近是有两个冰桶所以我们用冲刺直接冲进去 但是很可惜被罗宾识破了我的阴谋 然后发现火箭下面还有冰锐看来我们只能换吧 但人算不如天算玩猫鼠要时刻保持警惕 当你以为你可以绑上火箭的时候说不定一个权动盒子就会偷袭 你说真的真的离谱 问题也不大运气游戏嘛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哎呀刷下技能没想要被国王识破了 虽然没有技能但是问题大嘛问题不大我觉得我行的我可以 然后又接到一个冰块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不行 这都没有调一阵阵离谱妈妈送米国回家离谱直接到家了 不过问题也并不算太大 一被动在手镜和莉莉直接没有 镜哥有技能和没技能是两种状态一看他们没了 直接送莉莉回老家然后直接抓到罗宾汉 然后我被拳头盒子针对了一下我真的谢谢他 然后我被压房取了一下还好我心态并没有爆炸 这么喜欢救人看来我只能把火箭送给他了 满眼复活这么不愧点个泡泡机绑上国王 附近是有狡气的直接带走 哟